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些时候轻松的文化作品会引起沉重的话题 所以我就说今天咱们仨凑一块也合适了 可以谈谈很久以来我们所避讳的一个问题 就是小三的问题 小三您知道什么意思吧 我不知道 不准确 为什么叫小三过去不叫小二 怎么变成小三了 哪有叫小二 原配的老婆叫大二 这才是第二个 先把人说二了 没错 小三一般至少是年纪小 排位它是属于第三者 就是第三者的意思 我怎么记得咱们三个人以前有一次聊天说到 说应该把一些坏词废掉 就谈圣女的时候 还说应该把小三这种词都废掉 是歧视妇女的一种称呼 对 我说的 我说就是它带有对妇女的侮辱性 对 小二 二奶 小三 鸡 包括鸡 鸡 因为人家不管你对他的谋生方式有什么不赞成的意见 人家是人 人家不是义 是不是 我就说这个 所以你看这讲话多重要 什么 人本主义 人道主义 是吧 所以 但是你知道 这个道德 我觉得真是 谁说中国社会缺德了 我觉得中国社会 每个人都这个道德深重在他心里 甚至你知道最近有一个电影 叫北京遇上西雅图 这个电影很有意思 扎老师看了 我看了 我还没有看 但是我故事是听说了 这个电影的反应很有意思 刚开始都听见说好 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小小小小电影 然后呢 这几天 争议出来了 批评出来了 我就觉得 我给你们讲的有几个微博 一定就会引起你们的兴趣 就比如说 有的人说了 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 因为爱情的力量 两个吃软饭的人团结起来 走到了一级 两个吃软饭的坚强起来 然后你看啊 有个作家 还是个女作家 叫溜溜的是吧 他就说 我觉得啊 这个一个年轻女孩 独自怀孕 本身就是对他这个三观 他们就是人生观 道德观世界观 不正确的惩罚啊 尤其是孩子出生期 就不跟父亲生活在一起 有相当一部分女人 是为自己非主流的爱情 付出沉重代价的 然后呢 有些人说了 这个电影啊 什么都好 唯一不好的就是女主角是小三 他说呢 让我每次 一想到看这个电影想笑 或者想哭的时候 想感动的时候 突然要相信女主角是一小三 心里对着拧巴 你看这个 对于我来说 小三做任何事都是错 对有些事情 我就是这么偏执 你只要是个小三 你就没有对的时候啊 然后呢 有些人说的还挺乐 说北京遇上西雅图 不就是女主角不甘心 给一个人当三 挺着肚子 又想给男主人当三 男主角当三 结果男主离婚了 反倒给女主当了把三 三跟三在一块 还喜当爹了 请问感动在哪 等等 你看这些调侃当中啊 哎 我觉得这调侃背后 有个人的道德观在里面 对当然 你刚才说那个第一个 可能作家六六 他就是写窝居的那个嘛 那里边也有个小三啊 他可能看不惯这个 就是说那里边那小三 下场很惨嘛 对吧 那个那个 他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呀 那个金主 那个男的最后车祸而死 然后反正就是说 都没好结果 可是这里边这小三 怎么绝大欢喜了呢 他看不惯 他觉得应该小三 就应该下场就像那样 可是我觉得这里边 肯定是这个 听了这么多争议 围绕这小三 肯定北京遇上西雅图的 这个编剧也好 导演好在那偷着乐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 其实我看的这电影 感觉这小三在这里边 就是像就是一个道具 就是要一个一个电影要有戏 必须得有戏剧冲突 他就为了这个设成一个小三 他才会有下边这些冲突 你知道这个小三 又是一个这个汤伟演的吧 这个女主角 呃到这个月子中心 一下飞机就开始 其实到美国就开始 就是一个拜金女的恶劣形象 你就我就说句粗话 你就让人看了 都正常人看都想抽他 你知道 他简直那个作风也 汤伟演的也太过火了 就汤伟 幸亏是汤伟 因为汤伟太可爱了 所以你怎么着你都愿意看 实际上那个表演前半场 我认为是太夸张太过火 就要把这个小三加拜金女的恶劣 让你用最最极端夸张的办法来表现一场 然后再铺垫他后来那个像纯形小资 独立自尊女性的转变 就铺展那个 然后这个男的呢 就变成一个好好先生 就这个叫什么吴秀波演的 一张苦脸 从头到我这说的有点就是说 他这个一个老实八交 一个窝囊费似的这么一个好男人 从头到尾 接盘侠 叫什么叫接盘侠 就是说跟那个人当小三生的这孩子 最后这男的接了盘 那个不要了 这男的接了俩 这俩人好了 这俩人好了 而且这个吴秀波 这个就是吃软饭的呢 他也带着一个女儿 结果就是说 这两个受气的小三 男小三女小三最后走到一起来了 各带着一个孩子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这个戏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你要仔细追 就充满了漏洞和不成立的一个 比如大着肚子的一个女的 整天就在跟人打架 甩盘子 然后到处在街上疯走 你觉得可能 任何生过孩子的女性 你都觉得这太不可能了 可是可能最开始追捧的 有一批 我看什么豆瓣网上这些人 可能都本身也是一些 比如白领小资 他就很希望 就是在这么一个 其实他们都很在意这些物质 最后能找到一个叫Mr.Right 你知道这个电影的英文标题 就叫Finding Mr.Right 就找到这个对的人就是吴秀波演的这个 又对女人好 然后又正直 然后从车到尾就在给他说 两人也算门当户对 对 因为加油 对 就一句台词加油 老给这女的加油 然后门当户对 你说的太对了 其实落到实处 这些小资 你说真的这要是一个破落户也不行 人还是一个一流的医生 只不过就是说临时落破了一下 最后又找回医生执照来了 也过着一个很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 这不是就都齐了吗 对吧 网上发表道德义愤的这个 我一听 我第一下挺感动 觉得我们中国大家还是维护正当的婚姻 是绝对不允许什么第三者呀 破坏 中国的婚姻是全世界最结实的合金刚 固若金堂 固若金堂 这个呢 你跟实际的状况有点不完全对得上 所以就在这一类的问题上表达道德义愤呢 第一它是有中华文化的根据的 可是另一方面呢 我也主张小心一点 因为它很容易又弄到这个 从一而终的那个 尤其是在这一类上表示道德业分 专门教训女人 这最没劲了这个 没错 是不是啊 所以我早就 你像小三这种说法 我们很少说男人 刚才你们说俩都是小三 可是实际生活里的 我们是管女人叫小三 男人很说叫很说 男的就叫三爷 三爷 三爷 三爷是爷 有这词了吗 男的是爷 男的还是爷 女的是小三 我就觉得这里的 他就很容易暴露那种 就是欺负妇女 对了 瞧不起妇女 而且认为家庭乱什么 就由于女人造成的 他看不到男人应该负 或者更大的责任 而且很多时候啊 是女人更加瞧不起妇女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 他有时候女人还有这样 他通过表达这个义愤呢 来表达他自己是走的是最正的那个 正中间那条路 两家自己是两家妇女 就是刚出的这个新闻呢 烧死一小三 就是这个 这原配 就是这个 他老公啊 跟这个年轻女子在酒店开完房 然后他是尾随而至 然后呢 这个退房 老公在前台酒店退房 这小三呢 这女的呢 就先坐到车里 然后这大婆过来就往头上撒汽油啊 烧死了 还有一个呢 但是为什么有人对这个片子反映那么好呢 我们也分析一下 为什么 那么喜欢 而且说是票房价值非常的高 比那太炯都高 那没有 还是对他的成本来讲 已经两亿了 已经啊 太炯十几个亿了 是啊 现在没有啊 你说这个势头 同时间 同时间 他一上来十天就一个多亿了是多少 他就看见势头 好像我在网上起码看到的是这样 那您看了 您觉得为什么 不是 我绝对什么呀 这我一说一二三四 有点像您说的教授了 一个就是他呀 他忠心的意思吧 还是说就是不能够把这个爱情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 你还是得找一个自个儿喜欢的 能够斥诚相见 能够用一种比较文明的态度来对待你的人 这个呢 这个思想呢实际上是普世价值 这是全世界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平均数 美国 我在美国我看过一个电影 就叫金钱与爱情 这最俗的最俗的名字了 Money and Love 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 是那个男主角特有名 您说的不是那个Pretty Woman吧 就是叫翻译 不是 我也叫家人 我认为这个电影里边有一些超 不是超的就是 托字于那个 虽然他就是安排的情节什么的没有那么好 对对对 李察基尔和朱莉尔 Robert 之后是把小三换成了一个风月女郎 不是 可是这个呢就是反映了美国人的观念 它和咱们中国的比如说有些网民的观念不太一样 美国人呢就是说 你呀不管原来是什么 你找到了一个好的机会 或者是你有了一个向上的向善的可能 大家都给你鼓掌 何况你还有一个先天的条件 是你pretty 你漂亮 一个女人pretty 无嘴 何止无嘴 简直是潜力无 其实一个经典 就是现代的灰姑娘的故事 一个妓女 好像出身应该是最下贱的 她有一个黄金般的心 但是你看 咱这儿完全不一样 她就是另一路了 她就会说 你这个是给一些个败金女 让他们看到当小三 最后哪怕生了孩子 未婚先孕 你都能够有好的结果 最后有好的结局 你给他们什么示范效应 因为我前些日子 我还看一个电影 音乐剧 悲惨世界 我就想 如果要咱们这个 当过小三 他就不能再碰到合适的男人了 这不应该这么说 那比如说 那染阿上 说你偷过东西 你再做任何好事都不算了 但是我觉得是好笑的 咱们这把什么事情 把一个电影 一看就看进去了 特别当真 你知道 其实你要真看这电影 我是真觉得太难把它当真了 首先 这个小三 他不是一个一般的小三 他不是没有别的技能 他还要设计 他有一个 他是一个美食杂志的一个编辑 所以他最后才能转成 他能自己靠这个 能办一网站 美食网站 他就能够转向自尊了 对吧 然后实际上 这个小三 也很有自尊心的 他就是说 我不是为了这个男的 我就要为了证明 我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母亲 我不是为了钱 我是为了证明 我除了钱之外 我还就是说care更多的东西 他里边加了好多这种 听上去就是很 很不典型的一个小三 而且这么能做的一个女的 你要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 他最后怎么能接受这么一个 一段木头似的一个好男人 你就会觉得 他跟这医生也长不了 他会很快 他就会觉得太无聊了 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 他其实里边各种漏洞 可是咱们这还真的就观众 能把这当真就当成一个标准的小三 咱们能够弘扬小三吗 咱们尽量 不用小三这个词 你说的这 对 咱们就是 你说这个一道理也很对 咱们就有点过于认真了 是不是 好像是 他有过这种历史的污点 有过属于历史反革命 你历史反革命 你也是抬不起头来 起码还得在经过长时间的考验以后才能承认 这个非常的复杂 因为我认识 我有一位朋友 年龄比我大 我当然不能说他的名字 他很有地位 也很有见解 为人也极其正直 女性 我说他的一辈子没有结婚 他就是一直和一个有父之夫 而且也是一个高级领导人 不是最高级 较高级的 高级领导人有很深的感情关系 他这一辈子就献给这个高级领导人了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 那么他和那个男友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没问过人家 我也不能问 我知道你说的是谁 但是你要说他是小三的话 我觉得这个 我都想跟他拼命 我要跟他挑战 对他侮辱 因为这个 我说的话 我有勇气 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搞过绯闻 我也没弄过什么 我不是为了给那个做辩护 但是我觉得 在私生活上 个人有千差万别的情况 是不是 当然我赞成那个 说是 我记得建英说过 什么一见钟情 白头偕老 执子之手 这当然我很羡慕 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如果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是不是一律都进行道德的歼灭 王老师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真是 这就是我们的态度 你有点做重要讲 你怎么是重要讲话的口气 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为什么说刚才 王领导刚才就婚外恋问题 发表重要讲话 这是我积蓄已久我想说的话 但是我生活作风没太好 所以说起来底气 你这种立身清白的共产党员 说出这个话来 我觉得太逼了 就是因为什么 我觉得真的多少年来 我们讲什么小三二奶 这都是很讨厌 就是很怎么说 我觉得很残酷的一种评判 婚外恋好不好 婚外恋这个现象里面 有一万种情况 各种各样的情况 不一而足 甚至于他敏感 有些说你说有没有金钱 有金钱 但是问题爱情本身就很复杂 有的甚至是几成的钱 几成的现实 几成的感情 每个两个人都不同 所以你有时候生活里 你见到一些朋友 你就发现很容易 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身边的朋友 我们往往会有一万个理解 一千个同情 但是你在网上你可以骂 小三你就没有好人 你发现没有 你不认识他 小三变成用了一个标签 在骂标签 对那个标签代表的 里边的各种人性 已经被标准化了 你知道他就是一个道德败坏 破坏他人家庭的这么一种类型 你知道我是一个真实的个人 您说起 您认识一个高级领导 我是想起我们家族里的一个长辈 他已经过世很久了 你知道过世很久之后 我们这两年才听说 当年你知道中国有一个 你今天西方人讲起来 很不人道的现象 就叫夫妻两地分居 对吧 这是中国特色 就是西方人不能理解 两口子结了婚 为什么 因为某种原因 他们几乎一辈子就没有生活在一起 一年一个探亲假 对 这个他是因为从农村 到了大城市 这几农村那个规矩 这个老婆就不到城里来 他们那个地方就是 要有了钱 先得把父母接到城里 老婆都得在村里待着 对 可是实在他去世很久之后 我们才知道原来在这几十年来 他在这个城市里 一直跟一位女士保持这种关系 而这位女士是军人的妻子 她也是两地分居 不过这个情况也是 法律更不允许 更不允许 破坏军婚 可以按犯罪来出来 可是他因为这种原因 军婚的这一对 也是一辈子跟自己的丈夫 没有生活在一起 对 以至于就所以说 我们家这位长卫 他身患绝症 到医院病房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他农村里的原配妻子 和这位女士一起在病床边 为他送中 就照顾他 你说这种故事 他很多心酸的 这个私生活和私德 这各种情况太多 比如说胡适 大家认为他很有私德 就是因为他和他的 没有什么文化的 没有什么教育程度的 妻子吧 一直是过了一辈子 但是也传出来 说是胡适 曾经和对哪位女性 曾经有情有义 或者有过 不只一位 有中国的 还有美国的 那你说你把这些人 也都化成什么 小三小四小五的 这就没有意思 那你其他别人的 就更不能说 那徐志摩的话 你怎么给他化 徐志摩到今天那就流氓吧 是吗 没到这份上 我就说 这个就是 这个要很慎重 很慎重 这个东西呢 法律在管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棺 文明喜事录 另外这个 这个感觉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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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